侯府大宴那晚 你让我找人替下冬月 明珠当场自己就站了出来 我想拦都拦不住她 她说当时陷害冬月 是迫不得已 苟祸至今 也是想找个补过的机会 看不出来她柔柔弱弱 倒是一个有 厨艺的人 小叔 你是没看见 她在自己身上 连划了好几条伤痕 你疯了 这是我欠冬月的 我没什么能还给她 我 我只能把我这条命给她 后来听说冬月胸口上 有火气伤 硬是在自己胸口上 落了一个 我都没有她这般勇敢 火气伤 这事我倒是忘了 回头得陪人收拾一下 这件事 是我对不起你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不要轻易去救我 也不要试图去自首 如果你自首的话 只是浪费了冯大人的心血 我也还是难逃一死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们都不死 我们都不死 去求三皇子 殿下为人光风济月 他出事朝政 我不想让他 为我淌这趟浑水 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 我为你救人 有何好处 冯大人诡计多端 手眼通天 可以不伤一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我带出定远侯府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 可以救出明珠 你说这话 我竟不知道你是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只要你肯帮我救出明珠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真的什么都可以吗 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 要求你去做的 那日在定远侯府 在陛下面前 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为我自己的女人办事 还谈什么条件呢 胸前的伤好了没 你不要误会 我就是担心你一下 这是宫中的药膏 对烫伤有奇效 好多了 那甚好 既然好了 就陪我去街上走走吧 冯大人最近公务 是不是过于清闲 你可不要忘了 左相和陆远潼 一直在怀疑我们的关系 若是我们两个如此疏远 他们会怎么想呢 若他们再深扒一层 查到你和明珠的关系 那后果 不堪设想 所以 做戏做全套 走吧 好 好 好